第六题,第六题第七题是题主,普鲁斯特在1794年提出了定比定律,即对于一种特定的化合物,其中各元素的质量比例是一定的,例如每8公克的氧气与1公克的氢气可以完全反映成水蒸气,氧气和氢气反映的质量比为8比1,但是元素为什么会知道要用什么比例进行作用呢? 这在当时仍然是一个谜,但无论如何,定比定律后来成为发泄原子的重要线索,请回答下类问题,第六题是问,氧气加氢气点火形成水蒸气的反映中,氧气32克则氢气至少需要几克才能将氧气完全消耗,我们在前面的区庄中看到了氧气跟氢气反映的质量比是8比1, 所以呢,我们知道我们的氧气比上氢气,它的质量比是8比1,根据定比定律,我们的反映的质量比是固定的,那么所以现在有32克的氧,我们要多少克的氢才会完全反映,符合比例8比1呢? 所以8x就等于32,x就等于4,所以我们32克的氧,需要4公克的氢气,第六题我们说,氧气32克则氢气至少需要几克才能将氧气完全消耗,我们答案选的是B,4克。 4,5克。